所以一切法从心降生 就是依报随着正报转 在大圣起信论里面 马明菩萨就说 事故一切法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言相 必尽平等无有便义 不可破坏为世一新 顾名真人 所有万法从哪里出来 从心的一个演变出来 唯心献唯事变 真心如明镜一般 能够献出一切的万法 然而真心不能做主 我们的分别心 事心就是分别心 它就是人心 事心作祟的时候 就让我们在无分别当中 产生了种种的分别 因为有分别 就会有七情六欲 爱欲正的一个起伏 就会有行为上 为了谋义己之思 而罔顾他人需求的 一个恶劣的一个作为 为什么说离言说相离名字相 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 心没有一个相可看 没有相怎么可以立一个名 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东西 是先有那个物的一个形体 我们就物的形体 然后立了那个名 对不对 看到苹果 把苹果立了一个名 这个叫苹果 那个叫橘子 这个叫枣子 那个叫香蕉 如果没有那个相呢 这些名字就没有了 没有名字 我要如何透过语言 去表达出那个东西 所以没有相 就无名可形容 无名也就没有 没有办法透过阴身去表达 那真如是离一切念 所以离心原相 原就是对近会生心的 我们对一个境界来 我们心就心随静转 也就是对近身心的意思 所以但凡我们有起 任何的念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真如 尤其我们是起的恶念 恶念是背离真如 如果是善念呢 它是真如随缘起的一个样 一个什么 一个用 可是往往我们凡复在 因地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败笔 就是着眼在四大甲合肢体 所以所起的一切念 无非都是考量 个人的一个得失 所以万法都是重新生 就如同我们在读 清静经道德经 它从无极 无极谈的就是 没有阴身相 没有言语相 离一切相 就是道德本体 然后有太极 太极就是存阳一气 是用的 然后有两仪 阴阳二气 然后充气也会合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动直 非浅 有情无情 所有一切 万有 从哪里来 源头就是道 以如道思想来讲 称它为道 佛门来讲 就是真如 所以这个叫做必尽平等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 必尽平等 因为它渐相 渐心 而我们在一切平等之下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不平等 是来自于 我们见相 我们就迷失了自己的真心了 被那个像里面 所牵引 带动自己的主观意识 而有了各种善恶美丑的分别 所以每一天六根对应六成的时候 是不间断的一个染污 所以佛陀才教我们 见相要见性 你看我们十五条佛规 第一条叫尊敬先佛 假如我们不知道 见相见性这句话 我们所谓的先佛 就是佛桌上那几位了 已经成就的 那在座的不都是先佛吗 还没有成就的先佛 那请问你 万物行书体不书啊 如果真的见相见性 你物尽其用 我们对于有情众生 就不会任意剥夺他的生命 让他失掉了生存前 我们对于无情众生 我们也会物尽其用啊 这就是儒家讲的 人能尽己之性 才能够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 因为他看到了万物的源头了 所以学到的人是不浪费的 浪费的人是凡夫地的一个作为 不是因为你有钱没钱 而是你知道万物来自于道 你对道的一个敬重 是普及于一切万物的 所以了解到这样子 尊敬先佛的意义 你才真正的把它解释得淋漓透彻 所以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源相 这十二个字 其实就是过去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 在形如真如的时候讲 言语道断心形吐灭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所有的言语是对象所起的什么 对一个相对一个净所起的形容 他都是你的意识心的什么 一个作为 既有意识心有分别 他就离开了一个真如 所以对境身心 他就是心源相 那个源就是往外攀附的意思 行的意思也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要教我们 要用三宝 透过三宝 第二宝就是让我们 在对一切净的时候 能够降服住那个妄念 只是降服 并没有净化 因为对妄起真去用它 最终你还要把那个真给拿掉 那不拿掉 那个真也是虚妄的一个名字相 音声相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 过以前我们如是到三教经典 都涉猎过 你就无妨去回头看一看 就我们过去所研究的 最近的金刚经 或者清静记 或者我们讲儒门 中庸最后 上天之载 无声无嗅 这些所有的圣人表达的意境 它的重点就是在于 后面这几段话 好 好